蜀礁 这些都是 所谓解毒的药 解毒的药 解什么毒呢 蜀礁呢 是过去我们一旦用在 这个寄生虫 寄生虫 那南派呢 比较使君子啊 雷丸啊 也是打虫的嘛 金方呢 用蜀礁 辛辣的 那这个虫呢 怎么那么辣 这个逃走了 这个蜀礁就很好 蜀就是大蜀嘛 就是四川 产到花椒 生麻呢 也是解毒剂 那这个生麻呢 一般来说 就是热毒 热毒 熊黄呢 是虫舌咬伤的毒 所以它 我们时常还有仓毒 身疮 身上 皮肤上生了个疮 产生了毒 也是用 熊黄来 那种了蛇毒 也是用蛇毒 毒舌咬到 也可以用熊黄 在用熊黄的时候 要生用 撒一点下去 过去呢 这个 这个药房的师傅的指甲 是比较长一点 我讲你 让你恶心点就记得 它 汤要煮好以后 对不对 它拿指甲挑一点 撒下去 你不能拿磁吸太多指甲 磁吸太多指甲很长 对不对 它是一切 我们只要两分三分就好了 你能一切下去 太多了 那这个熊黄一定要生用 你不能说 哎呀老师 我们把它通通放在一起煮 煮下去以后 本来熊黄是 生用是解毒 你一煮完 熊黄变成屁刷 变成杀人 所以说千万不要去煮汤 那你学会以后 如果你的病人 吃熊黄死掉 我就知道你故意了 所以不要乱搞 那 这个是生麻 憋甲汤 那阴毒呢 你看 阴毒呢 病人呢 有面色面目清 生痛如背脏 好像被皮鞭打了一样 咽喉痛 五天可治 其实不可治 叫生麻变得汤 把熊黄跟薯胶拿掉 因为熊黄呢 和薯胶 这个薯胶是 辛香 辛辣的 入肺 熊黄和黄色的 就要入肠胃 入一些三胶系统 然后解重毒啊 我刚刚讲过 所以把这两个拿掉 我们只需要生麻 在里面解毒 比如憋甲 当归其它是一样的 因为它的毒是在血里面 一般来说 这阴毒就是血 种到这种毒呢 就是血凝固住了 血的速度变慢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向正常的血液循环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 用到那个 这个 憋甲啊 我讲错了 不需要用到这个熊黄啊 薯胶 用憋甲 当归 生麻 干草 就可以 这是解阴毒 这是血凝固的用的 那 临床上我们在看的时候 如果你碰到这个病人呢 是带状泡疹 不管是 这个长到脖子上 长到胸上 长到腰上面 当病人出现 脸色轻 面色轻上 喉咙痛的时候 我们知道病呢 是属于硬毒的一种 同样是带状泡疹 你就可以用 生麻便甲汤呢 把熊黄跟薯胶拿掉 不要用 一般 厨房 我们中医在外面的中医师呢 开厨房 遇到这种带状泡疹 他们开的大部分都是 浓胆 蟹肝汤 以这为主 好 用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你如果碰到阴毒的 好 这也是身如备障 你就必须要用这个厨房 那我为什么要强调就是因为有症状相同 同症同治 好 千万不要老师心里面去寄一个什么 龙奶蟹肝汤 在那边用 好 那我治疗带状泡疹 我很少用龙奶蟹肝汤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用灸啊 速度很快 用火烧 速度也很快 好 那我们在介绍 真灸的时候有介绍过 好 在上面直接烧 也可以 好 前后的灸 好 稍微暂停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看 虐病脉症 病之第四 这里讲的虐病就是虐疾 好 就是虐疾 那过去呢 金方怎么 金方家怎么治疗这个病 好 各位看看这个 条片 好 虐脉呢 自旋 是旋树的脉 旋树的脉 都是多热 旋池呢 多寒 池是代表寒症 旋小景者 下之差 旋持者可温知 好 那旋情者可以发汗呢 针灸也 好 那意思就是说 诸位呢 你看他的病人的需要 来决定怎么治 到底用针灸 攻下 还是用温药 好 都可以 好 那 伏大者可吐之 伏大者因为病的上 好 上胶 病人比较 服侍在肺上面 好 上胶 那病人旋树者 风发也 以隐私消息指之 第一个条片就是告诉 诸位呢 遇到虐的时候 你看他的 这个寒热 还有针灸 都可以治疗他 所以要辩证很重要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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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他的 这个 用在食物上的条理 也可以好 好 也可以好 如果说 这是一般的虐症 如果虐严重的时候 虐病结为真侠 绝成一块 我们 终于有一句话 叫做 无痰 不虐 有虐病 一定会有痰 所以说 制虐的时候 我们制掉虐的时候 就是去痰的药 是不恶法门 好 一定要用很多 去痰的药 那去痰药 我们有相当强的 如果说 瘟病家 瘟病呢 看到 什么病都是 阴虚 好 结果呢 一看到虐 这往来寒热 怎么样 你用阴虚的方法 来制它 好 就会成痹 就比如我讲的 六大弊端 好 心下 就会造成心下痹 好 胃就会有问题 好 这个是 绝对不可以 把它当阴虚 来制 我们 经方家跟 瘟病 处方的时候 遇到阴虚的症状的时候 处方是不一样的 同样是 我们诊断是阴虚 温病派的呢 会开知阴的药 开给它 经方不是讲开的 经方 阴要制回 我们开阳药 让它体能功能回复 让它阴制回 好 可以从食物里面取得 好 食物里面取得它的 真正的营养 这才是真正的致好 那你没有去 好 把它变成了脏不功能 回复过来 你一直在里面 开知阴的药 到它的肠胃不能吸收啊 心下癖 好 那至于现在外面 变成瘟病 那为什么变成这样子 我们这个 网络上就有说明 这个 当虐病结为真侠 如其不差 好 就是不好 怎么办呢 这个 张罗女说 这叫虐母 当虐母发病的时候 好 1月1发 15日遇 好 如果不好 当虐季节 一憋甲肩丸 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呢 如果你没有治疗 光是 让病人自然啊 回复的时候 好 如果遇到虐 这个虐是 一个月发一次的虐 好 大概两个礼拜 治两个好 如果没有好 再等两个礼拜 好 再等两个礼拜 那遇到这种虐呢 好 你用憋甲肩丸 可以治 所以第一个 那个虐病发生的现象呢 叫虐母 这个憋甲肩丸呢 我都没有用过 好 因为 现在虐不会到我们手上 好 很少用到 好 很少用到 所以诸位看看 知道有这么回事 就好了 以后你也不会碰到 好 但是我后面会留个伏笔 万一你碰到怎么办 好 这个呢 你看好 这个处方 是不是张仲敬的 是不是云金方来了 我都怀疑 他别讲 一定是金方里面 我们会有别讲 好 乌散呢 乌散就是 这个色肝 好 黄秦啊 你看那么多处方在里面 好 这个 我们这个 林霄啊 好 这什么是金方 紫威啊 好 蜂巢啊 好 江郎啊 这些东西 都不是属于金方的药 好 都不是属于金方的药 那诸位看一下 这13位 这 这个把23位药呢 维莫 好 再取那个 罩里面的那个土 好 再配合 好 这个制造这个 鳖甲尖丸 那我跟诸位讲过 我 我没有用过这个处方 好 用不到 用不到这个处方 因为 当我们发现到 虐母 有 如果真的有虐症的时候 你便正 按照症状来治 把痰去掉就好了 好 把痰去掉就好了 那最严重的呢 是痰 还有血 好 血和痰两个 混在一起 变成一个皮块在身上 变成一个皮块在身上 那虐度是有隔日发 或者是好几天发一次 有定时性的发 好 这是第一个 叫做 虐母 第二个呢 好 叫做 残虐 好 这个残虐呢 阴气孤爵阳气毒发 热扫 热耳扫气 好 凡约守足热耳育偶 对了 这个 这种虐呢 好 还称为痰虐 这个痰虐的原因呢 是必然呢 诗经 经业丧失 如果 如果 我们把血 中间呢 分成水跟血 血里面的水呢 就是阳 这个血呢 就是阴 当你水分 丧失了以后 失掉经业 这个经讲的就是阳 所以 阴里面呢 阳不够了 阴气毒 孤爵 阳气毒发 阳往外走啊 就会产生这种军性 好 所以说 残虐本身呢 是失经 好 以后呢 病人会有亡血的现象 血会 好 不足 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呢 我们治疗 治疗这种病 当你看到病人血不不足 把血补足 补足就好了 好 那个 那个经业不足 把经业补足就可以了 好 这 临床上看的时候 各位 张东景 像我们那个经方呢 有些地方 少掉了 或者有些地方多出来 或者有些地方条片 摆得 不是很正常 所以不要去担心他 因为你经方是 本身是没有错的东西 好 所以你如果发现到 有 病人有这种症状 即使你不记得 是这样子 你临正看 你也会开的厨房 可以把它治好 好 所以你只要抓了 青方的神就可以了 好 像他这里就没有厨房 这个方子就没有 好 这边呢 各位看 来 这个是残虐 这是温虐 温虐的人呢 脉如瓶 正常人 身无寒 但是有热 骨节繁腾 常常会恶心 白虎加贵枝汤组织 好 这个白虎贵枝汤呢 你看 这个贵枝汤 贵枝 好 这个 像白虎汤 加了贵枝 石膏啊 枝母啊 枝干草 根米 加了一味 贵枝在里面 好 这就是 因为它淡热 无寒 淡热无寒的话 一定是阳明症 你看 你不管它是虐症 它本身是虐 对不对 但是它有淡热不寒 统统是属于 白虎汤症 好 白虎汤症 那骨节兼繁腾 常常会恶心 那这种形状 我们白虎汤呢 为什么加贵枝 贵枝就是 叫 主四肢 好 我们会用到树枝 树枝 就是要造四肢的墨烧去 用到花 花类 最高的就是鼻子 脑鼻的问题 遇到下面的根茎类 茎类的是土 所以肠胃的问题 我们会用到根茎类的药物 忠奥就这样来的 所以我们有 比如说桑枝 桂枝 有很多地方用到枝 就是要进入四肢上面 那像金方呢 我们用的是桂枝 我们不会用到 其他的树枝 用桂枝 再来呢 各位看 这个呢 如果 刚刚是看到热症 纯热症的时候 淡热不含 不白虎汤吗 对不对 现在是看到多是寒症 就叫做拼 这个字念拼 最早原字易经 昆违地瓜 拼马之针 这个拼 那个鼠西散 好 鼠西散的字 那鼠西散呢 好 鼠西这个药 就是在四川这个地方呢 的七树 七树 的树皮 哦 那个很毒啊 好 你如果 用手去剥这个树皮 老师这个树皮很好玩 你看捏捏 一剥的话 人家手才一处理 手就打不开了 因为粘住了 好 鼠西是很毒的一个药 要洗油 把腥味去掉 云母呢 把它烧 烧过以后 烧个两天两夜 你看看 精神类的药都会这样子 那这里会用到龙骨 龙骨呢 比较不合理 龙骨 跟我个人认为说 这个方式应该是牡蛎 不是龙骨 因为龙骨跟牡蛎的性 不太一样 好 那 把这三位呢 就是你像云母 烧了两天两夜 好 这个 在 虐还 虐不是有个隔日发虐吗 在虐还没有发病的时候 先把这个粉剂吃下去 就不会发这个虐 那这个是专门治疗含虐 发病的时候冷很多 病人有的虐剂发起来的时候 忽冷忽热的时候 都在这 它都是冷着 那你如果鼠西拿不到 鼠西拿不到呢 鼠西的目的 我们用鼠西的目的 是要能够去谈 好 去谈 那你可以用长山 好 长山 长山呢 来取代鼠西 有的人呢 认为长山就是鼠西 实际上不一样 好 那 西呢 在中澳里面的长山 长山呢 提炼出来 奎林 好 奎林就是从长山来的 我们用长山也可以 好 所以治疗那种瘧疾 那 云木为什么要烧两天 烧两天 云木这个药呢 是直呕 呕吐得很严重的时候 当你用精石类的药物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 好 恶心呢 好 降下去 因为它含很重嘛 含很肾 才生了恶心 好 那 我们 这个 会用到云木呢 因为中阁 过寒 中阁过寒的时候 你病人会产生极度的昏炫 晕炫 晕炫出现的时候 云木 能够来 中央的寒去掉 头昏的现象就会没有 这是阻力 为什么会用云木 好 那这个处方呢 各位知道就好了 用的不是很多 因为我讲过 这个虐现在很少了 很少了 发病的时候呢 这个 各位看我后面补充了几个方子 第一个方器补充呢 牡蛎汤 治疗 拼虐 用牡蛎 麻黄 甘草 蜀蜀 那你蜀蜀不要用 你用长三苗就可以了 四味药 这是我们来补充前面 这个比较含糊的地方 或者有些方子 它没有出来 没有出方的 那第二个补充呢 六十八页的补充方 就是 这是劳虐 劳虐 这种呢 就是在外面 劳力工作的人 劳力工作的人 那你用小财物汤 把半相拿掉 换成瓜楼根 所以病人会有往来寒热 处方的时候 虐疾也是一样 病人忽冷忽热 忽冷忽热 那如果忽冷忽热 它没有恶心 你可以把半相拿掉 把瓜楼根加上去 因为它有可 造可的现象 造可的现象 所以财乎汤呢 小财乎汤 这个汤气呢 就是很好的一个 制虐的一个处方 那你如果配合针灸 我们前面介绍过 以前在针灸的时候 有讲过 比如说我们曲磁啊 外观啊 伪中啊 都可以治疗 虐疾 第三个补充方 就最后一个 财乎浆味汤 财乎浆味汤呢 这个专门也是比较 治疗里面含虐的 含虐 所以你含虐的时候 你如果找不到 薯西啊 鱼母 鱼母还烧两天两夜 找不到 你就用柴乎浆味汤 就可以了 就代表 胃里面的含湿 中格的含湿呢 我们用干浆来去掉 厨方就是柴乎浆味汤 所以柴乎浆味汤 柴乎浆味汤里面 就是用什么 用牡蛎 对不对 用牡蛎 鲜啊 用软煎 那我们知道 虐里面呢 一定都有痰在里面 痰在里面 所以说 这个 这个用干浆呢 还有牡蛎来 热的药来 把这个 痰化出来 好 你如果说 这个厨方下去以后 柴乎浆味汤下去 病人痰还有 你一般来说 你可以加 长三啊 还有南芯啊 天南芯啊 好 这都是能够去痰的药 中药的去痰药很多 这个调变比较短 比较短 这个虐病 就是 好 专门讲虐疾 好 这个 文式易经经 第二个动作 在 任何功夫 你一定要了解 它的缘由 为什么要这样的练 这样你才会练得很标准 我们手拿出来以后 五个指头 对不对 这大拇指 是手太一肺经 是不是手太一肺经 这个肺呢 是我们呼吸的力量 最好 现在你到市场上去问 什么工具力量 最强 人家说 气动工具 气动工具 就是有个L-compressor 空气加速器 用那个空气来 做那个工具 所以 五个手指头里面 最有力的是什么 是大拇指 其他四个指头呢 都没有大拇指那么有力 那如何去练大拇指 你也肺的痒 肺的痒 那这就是 今天要讲的 第二个动作 也是属于按桥式的 那手呢 握拳的时候 是握一下 这个指头这样往上翘的 往上翘的 那起因就是因为 大拇指是肺扬 那动作都是一样 后面呢 下半身肚脐底下绷紧 手是这样握到 指头呢 顶到裤 有没有裤缝嘛 顶到这边 然后轻轻提起来一寸 下半身永远 一直保... 做四十九次 下半身一直保持绷紧的 绝对不能松掉 上半身松掉 然后往下压 这个指头往上提 然后其他手指头往下压 这样子 手臂...到这...手臂伸直 慢慢吐气 吸气放松 吐气 做四十九下 四十九下 这个动作 这就是我们练废墟用的 来 所以第一个动作 对不对 下半身绷紧 第一个动作 好 做四十九下 做完以后做第二个动作 四十九下 好 这个大拇指这样子 原因现在知道了 好 那 这种一军军都是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你有感冒一点风寒 马上去做 好 就会很好 像我们第一个动作 为什么叫你手指往上翘 这手指头是心包 心包的地方 好 那诸位呢 你要知道人这样气 有没有气 很简单 上次我讲过 肩膀一松掉 气就到手指头前进去 好 这是心包的地方 好 第二个动作是你会吹 好 那我们下次呢 再跟诸位介绍 好 连续的这个 好 每次介绍一点 一个小动作 一个小工作 好 诸位有空的念一念 好 就不会忘掉 好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 谢谢 我们补充一下前面的 好 四五汤 四五汤呢 好 当归 穿穷 大家耳熟能详 白勺 熟地 这个 四五汤真正的 用意呢 当归呢 是滋润 因为当归有油脂 滋润肠 那你如果肠子不好 肠胃消化不好的话 血的源头没有 真正的血的源头 是要从食物里面来的 所以四五汤子是要 让你肠胃功能恢复 稍微补点血 然后你能够吸收更多的东西 所以它最主要是润肠 这个穿穷呢 是活血 因为这个 让血管 这个里面那个结构会很好 所以我们常常在临床的时候 病人呢 看到他的阿斯皮林吃了 或者是一些老鼠药 让血液变息的时候 轻轻一碰都容易晕血 这时候我们用穿穷下去 穿穷一下 就把那个血管收起来 而且把表面上 肌肉组织之间的 瘀血能够排掉 白嫂呢 是行血 化瘀 也能够活血化瘀 所以白嫂本身呢 是破血用的 破血用 所以中医的 所有的处方 包括最简单的四五汤 都是新陈代谢 把旧的瘀血排掉 把心理血再补回去 这个四五汤里面 只有真正的补血的钥匙 熟地才补血 所以熟地颜色是黑的 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白嫂把淤血去掉 当过来润肠 活血 然后配合手地补血 这就是四五汤的来源 所以你不能说 老师这个都是补血的 那么简单就看过去 不对 一定要知道这个缘由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知道加减 老师他脚是冰的 静脉 曲张很厉害 白嫂本来是三千 一两 对不对 同样开四五汤 但是剂量就不一样 老师他血亏得很厉害 饭又胃口又不好 这时候手底就加重 对不对 诸如此类 那穿穷是 只要有头痛 我们一定要用穿穷 因为穿穷是活血的话 能够让血 血路很活络 那病人有头痛很严重的时候 你把穿穷加重 那病人血虚的时候 肩有便秘 老师 当归里面有油脂 像我们说 马子人 酸草人 艺人 很多人际里面 当归里面有人际 都能够润肠 当归加重点 大便就出来了 因为病人已经很虚了 老师他很虚 大黄一下去 完了 更虚 对不对 用当归来把大便通出来 这是 你了解 他的药性的时候 似乎他很活用 所有的方式都可以 很活用的 好 谢谢 今天我们开始介绍 第五篇 中风 还有历劫 这一篇呢 就是专门在谈 怎么样去 预防中风 怎么样治疗中风 什么样的人 会得到中风 那诸位了解了以后呢 就应该 以后你就不会中风了 那你哪一天 到了五六十岁 就中风 就是代表这篇没有了解 好 所以要重新再回来读 好 所以你不信中风 所以你不信中风 赶快 想把他找到我 或者找师兄弟 好 我们再帮你救回来 那 当然你如果很了解的话 不会中风的 好 不会中风的 这个呢 中风基本上一个 还没开始看之前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人是在气血两虚的状态之下 好 气汗血两虚的状态之下呢 就会引发中风 这是中医的观念 我们在讲中医的时候 你不要去讲说 啊 这个高血压会中风 不要去讲这些 好 那一般的高血压 老师都血压很高 怎么会虚呢 一定是死才对 不对 都不要去这样讲 好 中医就是中医 那西医讲的高血压中风 如果有可以 真的可以吃降血压药 真的可以预防中风的话 那世界上没有人中风了嘛 你跑到医院去看 很多人都是中风堂里面 你问他 你在中风之前 有没有持续药 有啊 就造成中风 造成中风 所以说 中医的观念里面呢 如果说你了解 他是气血两虚的状态之下 会得到中风 那预防中风的处方 就已经出来了 这个以后看到 光是看这样子 厨房就出来了 你说老师 这个厨房什么 很简单啊 气嘛 黄旗 对不对 那因为他是两虚 所以我们不会去开一个什么 柜枝去风的时候 去 因为柜枝的时候 发汗发太多了 去风太强 所以呢 我们开一些 比如说 一些毒活啊 一些男派的药都没有关系 防风啊 比较刺激的 去风的药 一点点微风进入身体的时候 就把它排掉 对不对 挡身啊 能够 补气 人身都用不到 因为人身呢 最主要目的是 在肠胃上面 经验不够的时候 肠胃胃气会没有的时候 我们用人身 那 独身汤 中医 我们北派 像京方里面没有写独身汤 那 温宾派里面有用独身汤 独身汤的目的是干嘛 就是胃气将决的时候 会用独身汤 那独身汤的胃气将决 你知道老师 你怎么知道 胃气将决 一个是打嗝 还有一个麦 意思是如钩 摸杀菌麦像小鱼钩一样 一个个小鱼钩 就是这样子 一直持续的状态 我们才会用 否则的话 用挡身就好了 补血 老师要当归 穿穷 穿穷活血 当归能补血 那你平常吃这个 这个气血两句 就不会去啦 那就可以预防中风